系指横科里还有北山里中山里这几个里的地理位置都临近台北市 不过原本的学区划分小朋友们上学都必须要舍尽求远 现在横科中山里都已经大致改善了 不过附近的北山里胡连里却还是没有进展 居民就表示东湖国小国中就在旁边 但是学区却是在张树国中真的是很不方便 在4号这一天公所召开的学区协调会上就邀请了各相关单位人员一起来进行讨论 在系指区公所斯的会议室召开了这场学区调整协调会上 包括了金融国小张树国中台北市的东湖国小国中 还有双北市的教育局人员都来参加 而北山里和胡连里的里长都表达了看法 因为地理位置离东湖真的比较近 但是学区划分却将他们纳入了金融国小张树国中 尤其在北山里1到13林 也就是康林街141项后方这一大片的社区 过来条内枸西就是台北市东湖 孩子们却得舍近求远去上学很不方便 我们大概在北山里没有几位读张树国中 几乎都是在台北 明湖 还有我们东湖国中 第二点因为我们走到东湖国中和去张树国中 那天我老公 其实我们那天我去趁上班的时候 台湾20分钟没办法出领 绝对没办法 所以我认为人家里面有点方便的时候 我们走到东湖国中 孩子的一个就学的地方去签户籍 我们汐止地区流失了多少的人口 流失了多少人口 光是湖连里水莲山庄这个社区 就流失一半的人口出去了 请问一下我们汐止在建设什么 那今天如果国中开放自由学区的话 我们愿意涉及在水眼 我们愿意涉及在湖连里 我们的人就不用说 让小孩子在小学的时候就跑那么远 搭交通车 或是每天早上六点半就要跟着家长出去上班了 就读张树国中真的很不方便 也造成许多家长为了让孩子就进读台北市的学校 只得签户口 所以根据统计真的读张树国中的孩子不是零 就是只有个位数 所以里长就希望能够调整自由学区 可以就读东湖国中 而当天各单位也表达意见 原则上来讲学校这边的立场的话 就诚如台北市教育局 以及新北市教育局的长官 他们的所陈述的 就是要透过一定程序 透过程序然后开会决定了以后 那我们台北市东湖国中这边的话 原则上来讲是没有表达任何的立场 如果今天有形成共事的话 会是提报到我们新北市的整合会议 再由我们新北市寒宋相关资料 请台北市那边提案 那台北市那边的学区整合会议通过以后 这整个学区调整才算是完成 那第一个呢就是北山里的第一到第十三陵 那小学的部分呢 他是希望跟东湖国小呢作为自由学区 那第二个的就是北山里 跟湖连里国中的部分 那也是跟东湖国中 那两个呢作为共同的自由学区 那这两个提案呢 我们都尊重地方的意见 那我们目前就是朝向就是 把这个提案送给市府 希望在靠近东湖的这一带 将学区调整为自由学区 开会之后也将把决议呈报 因为教育资源分配的原因 还是得要双北的教育局 再评估做最后决定 记得陈慧玲戏指采访报道